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周一上午 纽约州长霍楚签署了一项州预算案 这将改变州法律对租户的定义 议员们表示 这将使警方更容易干预非法占用房屋的案件 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把这些占污者交给房屋法庭处理 上周末 州众议会和州参议会都通过了这项新法案 议员们说 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 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项法案修改了纽约州的财产法 规定租户不应包括占污者 议员们希望 当有人未经许可或未经法律文件许可占用房屋时 警察可以更容易地进行干预 而不必把他们带到房屋法庭 纽约占污者的问题日益严重 包括上周末在皇后区被刑事指控的一起案件 在这些案件发生之后 至少有4名议员提交了反占污法案 参议员布鲁门克兰兹说 在我们的预算案中 有一项条款将把占污者排除在租赁权之外 并根据法律对占污者进行定义 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近段时间 关于租坝 占污者的事件层出不穷 不少华人房东对于这现状苦不堪言 也及大地影响了房屋租赁市场 此法案出台 或将给纽约带来新的变化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100多名抗议者被逮捕 当地时间17日 哥伦比亚大学内参加抗议的学生在校园内扎起了帐篷 随后校方表示 抗议者违反了学校禁止举行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的相关规定 于是报警 在警方抵达抗议现场后 要求学生尽快离开现场 但学生拒绝离开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斯沙菲克授权纽约警方拆除抗议者搭建的帐篷营地 他说 出于对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安全的极大担忧 我授权纽约警察局开始清理营地 在本次抗议活动中 警方逮捕了108位抗议者 并表示这些逮捕与非法侵入有关 其中两人被指控妨碍政府管理 哥伦比亚大学表示 已开始确认身份 并对参与驻扎帐篷抗议的学生进行停课处理 而这些抗议活动导致一些犹太学生受到骚扰 他们成为反犹太主义言论的目标 哥大东正教联盟犹太学习计划的拉比艾利·比克勒 向约300名犹太学生组成的团体发送了一条Must App消息 他说 我非常痛苦地说 我强烈建议你尽快回家 并留在家里 直到校园内外的现状得到险着改善 据CBS News报道 哥大学校长Minoushrafik宣布 哥伦比亚大学周一开始将转为远程学习 以虚拟方式举行课程 除了哥大 这样的声讨示威活动也扩散到了美国其他高校 在哥大学生抗议的几天里 耶鲁大学 密歇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建立了自己的营地 以支持那些被捕的人 到周一早些时候 纽约大学已成为最新的抗议地点 哈佛大学昨天也报道 在4月19日下午 大约200名哈佛大学学生在图书馆前集会 谴责哈佛大学与加沙战争的关系 并声援哥伦比亚大学在钦巴勒斯坦示威期间被捕的学生 耶鲁大学的学生们也在上周开始以绝食抗议 在4月19日晚 抗议者占据耶鲁校内的Binec广场进行抗议 抗议人群在社媒上发表声明称 他们呼吁耶鲁披露其对军事武器制造商的投资 并从这些公司撤资 4月19日 布朗大学校内有约100名学生集会 以支持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他们在布朗大学的会议厅和食堂外示威 试图与学校领导层沟通 但遭到校领导层的拒绝 在此之前 有61名学生因为在大学楼举行静坐而被大学逮捕 同样是4月19日 约200名普林斯顿学生和支持者 在校内最古老著名的Nassau号举行集会 抗议者的要求 大学从与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公司撤资 完全财物透明 撤资化石燃料 以及充分承认该学院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中的作用 除了上述学校 还有西北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波士顿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学校陆续加入 巴以冲突的战火 还是蔓延到了校园 最近 一桩震惊了华人圈的MIT中国留学高材生残杀耶鲁华裔生案 再次引起了全美华人的关注 2024年2月29日 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博士生潘秦轩在法庭上承认 自己杀害了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蒋凯文 而就在本周 法院将会做出最后的宣判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声明 潘秦轩面临一项谋杀罪指控 可能面临35年监禁 说起这场惨烈枪杀案背后的原因 更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唏嘘不已 据调查这是一起情杀案 只不过被杀的人是暗恋女生的订婚对象 这两人没有建立正式的恋爱关系 潘秦轩只不过是因为极度他人下的手 还逃亡了三个月 此案之所以引发华人圈广泛关注 不仅仅因为凶手和被害人都是华人 还因为涉及对象全是名校高材生 凶手潘秦轩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 攻读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 2019年 他认识了曾经就读同校 后来到耶鲁攻读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博士的 佩里·Zian Perry 两人一直在社交媒体脸书上保持着联系 直到2021年1月30日 佩里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宣布自己订婚的消息 这个消息像是一颗深水炸弹 在潘秦轩的脑子里炸开来 佩里或许不知道 但潘秦轩对他不仅仅是孝友情 一周后 潘秦轩偷了一辆深蓝色休旅车 一路开到耶鲁大学附近 沉浸在刚订婚欢喜中的佩里 跟蒋凯文并不知道 厄运即将到来 小两口当天基本上都沾在一起 先是去了冰调 然后回到佩里的公寓做饭 两个人都是耶鲁的学生 都住在学校附近 到了晚上八点 蒋凯文开着车离开了佩里家 结果才开了没几个街区 就遇上了伺机多时的潘秦轩 潘秦轩已经失去了理智 开着车子一头撞上蒋凯文的车 蒋凯文一下子也被撞傻了 下车想查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结果刚走到后车窗口 就被潘秦轩连开了八枪 砰砰砰枪声不断响起 潘秦轩开枪狠狠 多枪都是直接射中蒋凯文脸部 案发地点附近的监视器拍下了整个过程 也有民众目睹恐怖的现场 蒋凯文倒地后 潘秦轩似乎还没有解恨 对着血泊里的蒋凯文的头部 颈部 身体 四肢又连开竖枪 枪枪致命 似乎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 杀完人的潘秦轩毫不慌张 开车扬长离开 来到了八英里外的一个酒店 用信用卡和驾照淡定地办理了入住 即便是在被抓时 潘秦轩也没有丝毫抵抗 甚至在警方拍照时 脸上浮现出迷离的微笑 毫无惊具 毁意 让人不禁汗毛竖起 资料显示 潘秦轩出生于1991年4月16日 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 从小就在精英教育的氛围里长大 15岁时 潘秦轩从上海赴美国马里兰 Wooten High School读高中 这个学区以白人和亚裔中产家庭为主 低收入家庭仅占5% 环境很好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网友 把美国和加拿大的Costco热门商品的价格 进行了比较 看看哪个国家的价格更优惠 Andy Shen在卑诗省温哥华和华盛顿州的Costco门店 进行了跨境杂货比拼 并将他的发现发布在了TikTok上 今年1月 他首次开始了他的系列研究 视频对比了Fogers经典烘焙咖啡粉的价格差异 按照当时的汇率 Shane发现加拿大Fogers咖啡的价格为10.74加元每公斤 而美国Fogers咖啡的价格为12.83加元每公斤 另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比较是Kirkland有机风糖浆 加拿大的11升瓶装比美国的同类产品便宜了8%左右 Shane还尝试对比了一些农产品的价格 比如一包6个的彩胶 加拿大的彩胶也是更划算的 那知识呢 今年2月 Shane将Kirkland Signature Parmigiano Regiano知识 进行了跨境价格比拼 Shane的计算发现 美国Costco门店出售的芝士更划算 而说起肉类 虽然美国有机牛肉馅稍微便宜一点 但价格与加拿大的产品相差不大 当然整体而言 美国人在Costco买到的肉要便宜得多 然而许多网友的评论却令人意外 大多数人表示 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坚持购买加拿大的肉制品 一位网友评论说 我们对食物有更严格的政策 所以我还是吃加拿大肉吧 另一位网友补充称 美国的肉类和乳制品质量远不及 加拿大 有网友说 他们更信任加拿大的肌肉生产商 而不是美国的